因为我觉得今天设计师 已经不仅是设计空间这么简单 因为设计师其实是一个 生活风格设计员 我自己也很希望能够通过 Enjoy Life去提升一些人的生活 梁志天,Steve 全球著名身内设计师 他过9次有身内设计奥斯卡之称的 Andrew Martin International Awards 更加囊括了超过80个国际 以及亚太区的设计和企业奖行 他说一直以来的事业路徒 大部分都在自己的设计和掌握之中 Steve出生于50年代末 修读建筑是他自小的梦想 考入香港大学建筑系之后 他的同学帮他起了一个花名 我花名叫做老板 为什么叫老板呢 因为我入学了有牌卡便秘 我已经有我自己公司的名字 我是公司的管理发行人员 所以我进大学的第一天 我已经知道我将以来开自己的公司 这也是我自己个人在事业上的目标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已经把自己安排得很好 畢業後他考獲建築師牌照 之後去到建築物條例執行處工作 30歲的時候 他如遠開設了自己的建築師樓 不過當時香港的單棟樓和小型建築項目 都越來越少 中小型建築師樓之間的競爭就越來越激烈 其實歸了兩極化 要麼是很大的項目 很大的項目很多時候是很大的發展商 就交了給很大的職樓去做 要麼是很小的項目 你都或者不會做一兩個人的項目 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 他察覺到建築設計的局限性 所以決定同時發展室內設計的生意 分散風險 所以如果同一間公司裏面能夠有兩個業務 它那個cycle是有重疊的話 而是錯開的話 你就在風險上是會更加分擔得好些 另外室內設計很多時候就是快 快的項目可能我們三個月都做完一個 慢的就是一年都做完一個 你想想如果我做十年可以做一百個項目 那跟我做建築做十年做到十個項目 或者五個項目 相差很遠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面 去建立了這個reputation 1997年他和合夥人拆檔 之後將自己的公司一分為二 分別做建築設計和室內設計 但是其實做interior和architectural project 其實mentality和expertise 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如果能夠分開 但是需要的時候又可以結合 可以有這個flexibility 其實對公司的發展是更加理想的 重組公司之後 Steve的事業發展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1997年他拿到馬鞍山地琴灣的 兩個示範單位的室內設計項目 當時盛行古典風格的設計 不過他就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 地琴灣其中一個最大的賣件 就是它的自然環境 我們attract一些人 他真是enjoy地琴灣的環境 所以我的兩個示範單位 除了是modern 以外 我是盡量將那個自然的元素 就放進去 我們裡面用了很多蝴蝶 鳥仔 樹木 結果這兩個示範單位 以獨特的清新感 在眾多古典豪華風的設計當中脫穎而出 得到很高評價 Steve也因此在室內設計街 站路頭角 這是一個show business 即是你能夠真的用別人的錢 而是一個比較好的budget 是讓你去表演 即是做show fact 雖然這個project小 或者相對來說 我們的設計費不是很多 但是那個exposure很大 因為發展商一定會催谷這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適合的entry point 童年因為在香港出了名 Steve接到他第一個內地的項目 他跟隨香港的地產發展商 去上海做一個樓盤 很快又在內地打響名堂 環保也好 國家政策也好 很多時候國家都要求要做一些精品房 即是有裝修那些 很多國內的發展商就不知道怎樣做 又走來找我 因為我亦都可以說 在香港做這方面 都做得比較長時間 有經驗和有job reference的設計師 這個亦都開拓了一個很大的市場 他很快察覺到內地市場的潛力 於是有計劃敢開發內地的市場 中國的市場 大家都看到在21世紀發展 其實是空間無限的 甚至很多世界各地的設計師 都要來我們中國亞洲去賺食 我們自己有主場之利 沒理由不夠膽下場打 他很早已經開始部署公關事務 後來還在公司成立了傳訊部 專門負責公關傳媒的工作 我是用這個方法去做我的marketing 可以這樣說 到現在為止我完全沒有一些 直接去approach客 因為我覺得這個方法 就算你真的拿到一個job回來 你的fee都未必好 還有你可能客人對你的respect 或者對你的珍惜 都是差一點的 隨著營業額折折上升 公司的員工人數 亦都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長 由1997年的四十幾五十人 到2005年左右 已經發展到百多人 公司擴張得太快 令Steve擔心設計質量控制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一個人的管理 在裡面 所以一路都自己很壓抑自己 還有差不多有個不明文的想法 就是不要再大了 不要再大了 再大了 失控了 我就覺得150人 頂攏180 不要過200 這個是我的maximum size 之後他拜訪了美國一間 殿堂級的室內設計公司 看到規模經營的成功例子 哇 他們800人 1000人 有十幾個寫字樓 差不多你數得出的地方 都有寫字樓 他們一樣是兩個老闆 為何我們自己要給自己的框框 是我們沒有膽去發展 還是沒有條件去發展 其後他擴大公司規模 員工增加至目前的300多人 同時不斷優化管理機制和架構 目前他公司有幾位董事 之下有設有多個項目經理 他還增設研究組、設計控制組等 協助公司控制設計質量 研究行業趨勢 其中設計控制組 是公司最精銳的部隊 這個團隊的作用是甚麼 我經常比喻 這班是藍帽子 甚麼情況要空降下去呢 就是當我們這個director project director number one 他的project出現了問題 種種原因 人手問題 或者客人總是水溝不到油 我們就要派藍帽子去調整設計 甚至應付客人 通常可以緩衝一下 事實上可以做出一些效果 令到這個project有些新鮮感 現時Steve將設計的流程分為五個步驟 我們的kick-off meeting 甚麼都未開始 我們就要做個briefing 我們自己internal做個briefing concept design 我們有個review 我們有些review system concept design detail design working drawings 以及on going 我們有五個stage的review 每個階段都有商認的人負責簽收 保證項目水準穩定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發展一套system 去control我們的quality 這個是我們今天擺的時間最多的工作 我一定要我所有的project 是100%以上超過80分 這個是我們一個 即比外公司的定位 雖然已經在示範單位設計的領域建立了聲譽 但Steve並沒有因此停步 他嘗試了不同的項目 包括餐廳、酒店、酒吧、寫字樓等 還撕裂家具設計 此外他正計劃推出一個全新的品牌1957 發展一些由設計理念主導的投資項目 還包括營運和管理環節 這個1957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其實1957是我出生的年份 我很希望用1957這個品牌去做一些餐廳 Boutique Hotel 甚至一些Service Apartment 管理有1957管理 設計1957管理 1957設計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做管理呢 其實我們嚴格來說我們不是很懂 我自己本身也不太懂管理 但我有個信念就是 所有的東西 無論管理也好 投資也好 我們由設計Drive 是設計Drive這個項目 Steve目前已經在上海和廣州設立了分公司 而他自己就坐鎮香港 遙控管理 自信可以通過科學的方式 統籌各地人馬 但他暫時都未敢擴大分公司的規模 因為我們對我們國內的設計師或員工 還有一些保留 還有信心上的一些未完全可以放心 但是經過時日的培訓和發展 我們就發現我們廣州和上海那兩個寫字樓 他們的能力已經達到我的要求 隨著業務擴張 如何逐步將決策權力轉移 顯得越來越重要 Steve已經部署退居幕後 現在公司每逢有新合約 都會在傾合約的時候 向客戶表明他不會出現 你便當梁志天是一個廚師 問題就是這個廚師 他現在不是只有一間店 我們現在很多法國、英國的三星廚師 他在倫敦、巴黎、米蘭、東京、上海、莫斯科 都有分店 那廚師有幾個?只有一個 那你是否期待在倫敦廚師去米蘭吃的時候 他在廚房煮筋給你吃 我們一定要告訴客戶 梁志天不出現在你的面前 不代表我們的質素不好 其實你是在買梁志天的出品 你不是在買梁志天過日的時間 雖然Steve已經逐步減少 跟客戶直接見面 不過他仍然不放心 將一些重要的決策交託給人 有幾件事我無法提供 例如他進來這個項目 做與不做 即是研究 因為這裡牽涉到一些 與客戶的長遠關係 第二就是 放一個費用 放一個費用 暫時還有很多變數 在裡面 這兩件事我無法提供 我就提供了什麼呢? 我就提供了這個項目 就是我放到哪個項目的項目 然後他自己再決定放到哪個項目的項目 到目前為止 公司仍然是他自己全資擁有 以他對品質嚴謹的要求 要找到合適的接班人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得到 在未來 怎樣培養和挽留人才 是他遲早都要解決的問題 今天來說 暫時是這間公司 100%屬於我的 但我在去年 就行了一個新的制度 就是每個團隊 要財政上要有一個獨立的平衡 我們年尾的時候 他們的優惠 就會與某種程度 會掛勾 今天的Steve 除了是一個成功的設計師之外 毫無疑問更加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當我決定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給自己一個信念 就是我們要用企業式管理 企業式管理就是要靠制度 不能夠靠人 當然我們不是一間工廠 不是麥當勞 不可以完全是企業 所以這是一個設計企業式的管理 是有設計元素 在裡面的一個企業式管理 享受生活 享受設計 Steve 將這種理念 亦都帶到設計和管理當中 因應時勢 他不斷創新 探求更優化的方案 今時今日的lifestyle 可能已經是要求更多的東西了 可能用一個lifestyle的角度去看 其實那些是很基本的工作 如果我們能夠將它加上一些新的元素 可能還會提升到另一個好的層次 那我們就想從一個lifestyle 從一個design的角度去做這件事 我們會覺得有質疑 您可以做的 但還是有質疑 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